明明只需要准备三块石头 就能提升咱们的车感 为什么还是有很多新手司机 不知道 开车上路还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呢 今天你帮我点个赞 我教你使用三个石头 让你快速提升车感 准确做到人车合一 新手开车上路最怕的就是跑偏 汇车以及过线宽墩 其实我们只要准备好三块石头 那么就能轻松的解决这三个问题 再也不用担心 我们的车辆会刮菜 千万别眨眼 跟着我的操作一步一步的来 第一块石头放在我们左侧车轮 这个距离三十厘米的地方放好 或者说放在我们的后视镜以外 那么第二块石头 我们需要放在我们车标正中间的位置 给它摆好 稍稍的往后低一点 第三块石头 我们也是放在我们的车身 距离咱们这个三十厘米的位置放好 也可以说放在后视镜以外 放好以后我们上车回正我们的方向盘 把我们的车平平的往后推 推到我们能看到我们刚才放的这个障碍物 底部的时候 然后我们拿一根粉底画出咱们的这些点 和我们车辆重合的位置 中间点重合的位置 是不是大概就是咱们的这个方向盘正中间 来右侧安全点 也就是我们这个位置 那么左侧安全点 我们画出来 也就是咱们的这一个位置 这个点就是我们左侧安全点 那么开车在窄路汇车时 是不是我们只要盯住我们的左侧安全点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时 引擎盖和前方障碍物底部重合 障碍物出现在我们的左侧安全点以外 回正方向盘 我们的左侧绝对不会刮圈到咱们左侧的车辆 无论是大车小车 只要是车轮底部在我们的安全点以外 那么我们都会放松大胆的开 那么我们开车以后在一道线宽时 是不是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中间的点对着我们这个障碍物的中间点走 左右安全点是不是分别对应着我们的左右车辆位置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 当引擎盖和前方障碍物底部重合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右侧障碍物是否在右侧安全点以外 左侧障碍物是否在左侧安全点以外 再那么此时我们的车身就是摆直摆正了 回正方向盘往前开 这样我们的左右车身都不会挖轻到我们的线管 那么靠边停车时不会判断车轮位置 是不是也是用右侧的安全点 扫着我们的右侧马路牙子走 来边走边回正车身 当我们的车身和马路牙子平行的时候 我们停 我们可以看看 此时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马路牙子的距离 也正好是30厘米 新的朋友只要找出这三个安全点位以后 再来开车相信我你再也不用担心我们的车辆会垮 我这个如果有用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